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学习俱乐部 毕章 轻管轻轻 刚才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任未来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朝着年花糖 机器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Guid活鹅 热ai 叽叽叽叡叽�ulator 侠睿叡叡叡 都咿真在唱歌 准备好了吗 这或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活力的蓝天花生彩虹 这诗得穿上新鲜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我要看动画片 我要看动物世界 是我先拿的遥控器 是我先拿的 给我 现在播报新闻 近日本镇动物园举办了爱心收养活动 本镇居民可以将刚出生的天鹅带回家收养三个月 三个月后 动物园将举办天鹅飞翔大赛 飞得最高的天鹅可以获得奖励 请问是动物园吗 我想领养一只天鹅 天鹅 对 好 养天鹅应该很好玩 宝贝 养天鹅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不怕 嘟丢丢都养了一只 这次我一定要把它比下去 这孩子每天就知道攀比 姑姑 你不是和我说过 输赢是小面子似的 上次踢箭子比赛我就输了 这次再输 姑姑就怕给姑姑丢面子 嘿 还一套一套的 姑姑 你就支持我嘛 好了 我就支持你 谢谢姑姑 琪琪琪 那这次可一定要赢 天鹅可不好养 我要去刘大妈家了 琪琪 你 那OK 来 这就是小黄 这就是你认领的天鹅 宝贝 有比这个更健壮点的天鹅吗 我们去晚了 这是动物园的最后一只了 你们放心吧 在我的细心照料之下 小黄一定能拿冠军 小黄 吃饭了 来 别害怕 别怕呀 别怕 小黄等等我 小黄你等等我呀 小黄等等我 小黄你等等我 小黄你长大了 小黄 小黄你过来 想不到咱家宝贝还真有依靠 真是 当初这么小 现在变这么大 可是光大也没有用啊 人家杜丢丢养的那只天鹅 都已经能飞到树梢了 说来也是 这样看就要开始比赛了 这天鹅怎么还不会飞啊 姑姑 那可怎么办呀 宝贝 别难过了 姑姑给你想个办法 真的 没问题 姑姑这叫做模拟引导法 模拟引导法 是啊 这天鹅 这天鹅为什么飞不起来 还不是因为没人 没有天鹅教它 嗯 姑姑说的有道理 只要在我的寻寻诱导下 这天鹅保准能飞上天 哼 瞧我的吧 啊 张开左翅膀 张开左翅膀 这就对了 接着张开右翅膀 两个动作连起来 两个动作连起来 先是左翅膀 接着是右翅膀 瞧 怎么样 现在已经会拍打翅膀了 一会儿就能飞了 接下来 我们要一边跑 一边挥动翅膀 小黄加油 要使劲往上跳 要使劲往上跳 要使出全力 往上飞呀 这衣服 可是我砸了三个月零花钱和大半年打车费买的呀 我心疼死我了 洛洛啊 你这方法不行 看我的 爷爷 你有什么好办法 这天鹅的胆子太小了 不敢飞 我要让它有军人般的胆量 快飞了 爸 您小心点 爸 这样行吗 你们就瞧好 第一次最难了 只要飞了这一次 天鹅就不怕飞了 跳 跳 跳下去 你就会飞了 跳 太好了 小黄飞起来了 飞下去了 以后这天鹅保管能飞了 小黄能飞了 小黄 你怎么了 小黄 你醒醒啊 小黄 你真的不能飞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你倒是飞呀 别 别 别 咱们不练胆量了 宝贝 去饭了 我不吃 吃了饭也没用 人家杜丢丢的天鹅都能飞得很远了 可是咱们家小黄真没用 宝贝 宝贝 别这样 小黄不是你的朋友吗 他也许还没到能飞的时候 马上就要比赛了 他什么时候才飞呀 天鹅没用的朋友 我不想要了 照这样下去 咱宝贝飞出毛病不可 哥 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 我想到了一种发明 但不一定成功 我去实验室研究研究 我去买个光盘 看看天鹅到底是怎么飞的 我去查资料 我成功了 哥 就这玩意儿 可别小看他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 会飞的药丸 只要吃了它呀 天鹅就可以飞得很高了 人吃了能飞吗 可以呀 好啊 我也查的 爸 您就别添乱了 宝贝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宝贝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想不出让天鹅飞的办法了 真的吗 快说说看 瞧 这是爸爸发明的 会飞的药丸 吃了它 天鹅就能飞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天鹅吃了它就能飞了 别说天鹅吃了 连人吃了都会飞呢 好 那我现在就让天鹅吃 宝贝等一等 这药丸 这药丸有很大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虽然天鹅吃了之后能飞得很高很远 但是寿命将缩短到只能再多活半年 飞翔比赛正式开始 请大家将天鹅放飞 你为什么没给天鹅吃药丸啊 你为什么没给天鹅吃药丸啊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对待朋友 好孩子 这样做是对的 我宣布 第一名是杜丢丢 洛宝贝小朋友 请问这是你当时从动物园领养的天鹅吗 是的 非常抱歉 由于我们的疏忽 导致一只鸭蛋混进了天鹅蛋中 出生的这只鸭子被当作天鹅 让洛宝贝小朋友领养了回去 它不是天鹅 只是一只鸭子 所以很难飞过真正的天鹅 我们领养的是只鸭子 对 所以我决定 给洛宝贝小朋友颁发一个奖牌 以表彰洛宝贝小朋友的爱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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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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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飞得更高啊 好啊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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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没有发明手机短信以前 人们只能靠打电话或是记贺卡 但是有时候一忙就忘记了 既然你们知道手机短信的好处 那你们知道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是谁发出的吗 不知道 1992年12月3日 是全球第一条手机短信诞生的日子 当时英国工程师通过电脑键盘 向朋友发出人类历史上 第一条手机短信圣诞快乐 几年之后的今天 手机短信迅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和推广 那现在手机短信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功能了呢 如今人们还可以透过手机短信 给政客或者明星投票 玩游戏 参加油讲问答节目 购买球票或演唱会门票 听说银行消费零器 天气预报 交通延误通知等 想不到手机短信还有这样多的功能呢 以后的功能可能还要多呢 又来短信了 爷爷爷发的问候短信 老爷子也赶时髦 那你能让我心得超过多的啊 那我敢�光 哈哈还可以摸名 然后我需要小点 然后我宠爱你的孤知 你开心笑一笑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当你感到生活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白拉欧米哟 白拉欧米哟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开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